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类的心脏都是位于胸腔的左下方 大概有250至300克左右 但是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心脏有多大吗 目前已知的最大心脏是来自于蓝晶 一条在纽芬兰岛被冲上岸死亡蓝晶 目前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海洋生物学家 现场解剖了这条蓝晶心脏 重量达到180公斤 相当于大型拖拉机轮胎 每秒钟可以蹦出200升血液 供蓝晶各个器官使用 而且蓝晶的心脏和主动脉都很庞大 主动脉的直径大到足以让人类游过去 巨大的身躯当然也需要庞大的心脏支持 蹦出200升的血液能力 让科学家非常惊讶 随后这个心脏就被运往德国进行了处理 专家们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才将这颗心脏标本完成 最后这个制作成了超大心脏的标本 现存于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如果你将来有机会 会不会去见识一下这颗超大心脏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 是多数生物最重要的器官之一 要说录地上眼睛大且神奇的动物 应该飞鸵鸟莫属 鸵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鸟类 其头部很小 眼睛很大 直径可达五厘米左右 占据了头部大部分 它们眼睛的重量在六十个左右 而它的大脑重量在四十个左右 所以其体积和质量都超过了大脑 说到海洋中眼睛最大的生物 许多人会想到蓝鸡 但它们的眼睛却并不是海洋中最大的 海洋眼睛最大的动物是大王乌贼 它们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大的眼睛 几一个眼睛直径就有四十一厘米长 大概是成年人头体的两倍 比一般的西瓜还大 试想一下 这是多么的恐怖的眼睛 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 最新一项研究帮我们揭开了这个谜题 在黑暗的深水中 巨型海洋动物的周围总会有一堆能够发光的 像萤火虫一样的小型有机物 而巨型乌贼那一双篮球般的大眼睛 可以让它在很远的地方 就能察觉到这些有机物发出的光芒 这给巨型乌贼提供了更大的逃生机会 使它们能更快逃离比它还大型的动物的血盆大口 这就是说巨型乌贼眼睛长这样大 就是预防天敌的 世界上最大的膀胱 一天要撒一吨的尿 你知道它是谁吗 2003年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一头长26米的长须晶 每天的排尿量达到了惊人的接近974升 这相当于一个普通人三年的排尿量 对鲸鱼来说 海洋不仅是它们的家 也是它们的厕所 比较有趣的是 鲸鱼通常会浮到水面来上厕所 包括排尿和排便 其实也很好理解 这就好像你不太可能边跑步边撒尿一样 鲸鱼通常也不会在潜水时排尿 除了尿液 鲸鱼还特别喜欢在吃饭之前 上个厕所拉个便便 别小看这些巨量 颜色奇特 气味浓厚的便便云 它们可是海中黄金 由于鲸鱼每天要吃好几吨的富含铁元素鳞虾 拉出来的便便一方面能提供给浮游生物二万多吨氮气 还能将大部分铁质回排出体外 滋养海水 丰富整个生态系统 而且靠鲸鱼排泄物存活的浮游植物 会被鱼吃掉 与最后再被鲸鱼吃掉 真正意义上的 肥水不留外人田 世界最长的丁丁 众所周知 一个成年男子的丁丁 在勃起的状态长度 大概在9到15厘米 然而 冰岛拥有世界上唯一一家丁丁博物馆 展品包括 超过200件哺乳动物丁丁 其中55件是精的 而馆中最大的展品是蓝鲸的丁丁 它的长度就是一个成年男子的身高 宛如一根巨大的柱子 令人嘖嘖赞叹 当然 蓝鲸的丁丁之所以如此之长 和它的体型有很大的关联 蓝鲸的丁丁 不仅仅是蓝鲸生殖繁衍的工具 而且蓝鲸的丁丁 也为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蓝鲸丁丁的外表皮特别的坚韧 有些渔民甚至把他的丁丁表皮 用作围裙 防止出于垃圾 浸染了自己的衣服 蓝鲸的丁丁骨 同样非常的坚硬 很多渔民把蓝鲸的丁丁骨 进行反复的打磨 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天然尖锐的叉子 用来捕捉其他的鱼味 蓝鲸的丁丁骨 还被流传到市场上 用作打磨一些饰品 供人们使用 所以蓝鲸的丁丁的作用 十分广泛 在正常的情况下 蓝鲸的丁丁 一次能够射出20升的精液 并且蓝鲸丁丁的精液密度 特别的大 仅仅20升的精液 它的质量就超过了35公斤 这样的数据 确实能够令人大吃一惊 一个正常的成年男子 所射出的精液 也大概在8毫升左右 和蓝鲸比起来 真的是远远不足 世界最大的大脑 人脑的重量约为1.4公斤 虽然这听起来不多 但和其他灵肠类动物相比 比如人类只有黑猩猩体重的三分之一 但大脑却比黑猩猩大3.5倍 那如果要说哪种动物的脑子最大 抹香精当之无愧 它们的大脑约10公斤 而且抹香精的大脑还比蓝鲸还大 要知道蓝鲸要比抹香精大得多 这是因为抹香精属于母系社会体系 比独居的蓝鲸要复杂许多 因此它们需要更为复杂的大脑来处理复杂的信息 但抹香精的大脑比人类的还大 为何比人类还笨呢 这是因为在抹香精的大脑中 神经元仅有200亿左右 也就是说虽然抹香精的大脑体积大 但是其中神经元较少 这样的话 它处理信息的能力就比人类要慢很多 并且人的智商高也不完全是神经元的功劳 举个例子 正常的婴儿放在人类社会中 一到二岁就能学会简单的语言 但是如果将一个婴儿放入野生动物的环境下 它一辈子也不会学会语言 也就是说 生活环境也是智商高低的重要因素 大脑体疾病不是决定智商的关键因素 而大脑中神经元的数量 以及动物生存的环境才是主要的因素 世界最长的舌头 一只美国人饲养的圣波奈犬摩奇 舌头有18.58公分 它在2017年时 荣登金是世界纪录舌头最长的狗称号 因为舌头太长 有时会还露在外面 甚至脱底沾灰尘 模样看起来相当逗趣 然而这样的荣誉 却也给它这一生带来不少困扰 由于舌头太长 会导致它呼吸不顺 甚至哈气时会口水狂流 在将舌头伸出来的情况下 还能脱底沾染灰尘 四主也必须经常帮它擦口水 平时生活可说是有点辛苦 然而要比身体比例的话 花蜜长舌服 才是拥有世界最长的舌头 科学家进行了一项研究 它们设计了一个很长的管子 让花蜜长舌服用舌头吸取管子底部的糖水 借此测量它舌头的长度 结果显示 这种蝙蝠的舌头长达85毫米 是它们体长的1.5倍 就比例而言 是哺乳类动物最长的 在全部脊柱动物中 也仅次于变色龙 报告还指出 这种蝙蝠融到长舌头的方式 同样令人惊讶 它将舌头缩回至胸腔 而非常长的稳步 这样一来 它的长舌既能享受花蜜 稳步也能迅速开合 研究发现 这蝙蝠在一秒钟之内 吞吐舌头达七次之多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